你好 各位观众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七月三十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带您关心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针对三月二十三号 群众攻进行政院 导致警民流血冲突事件 传唤行政长江仪化 警政署长王卓军等四名官员 说明当天下令驱离群众的过程 江仪化等人被指控杀人未遂 以及伤害罪嫌 而今天在法院门外 也有学运团体前来示威 抗议国家暴力 表情凝重不发一语 快步走入法院 行政院长江仪化 今天以杀人罪被告身份 遭到传唤要接受应讯 同样挨告的高官还不止他一人 他有自诉嘛 那我们依照国家法令 推定我们来今天来到庭 以被告身份被传唤 两位警政首长显得很无奈 因为三月二十三号 警方以强势震报 驱离占领行政院的公民 引发了流血冲突 二三位受伤的民众提出自诉 控告将一化 王卓军 黄生勇 以及中正一分局长方仰宁 设犯杀人未遂和伤害罪 法官一次传唤四人到庭 采取隔离讯问 要厘清当天决策的过程 以及究竟是谁 下令强制驱离 我今天是被告 但是在进去法庭之前 我还是现场的指挥官 我必须把这个警力做好 适度的一个布置 要出庭又要顾为安 中正一分局长方仰宁 在还没停讯前 还必须担任指挥官 维护秩序 因为有警政和行政高官 共同出庭 警方部署将近三百五十名警力 在城外负责搜证和管制交通 就是要避免群众抗议 发生意外 法院内在开庭 场外则有学员团体聚集 大声控诉国家暴力 并要求行政院长张仪化 要下台负起政治责任 三二三行政院流血冲突事件 再度引发关注 政府官员是否有违法执行 现在就有待司法调查 接着送不到